養水草原來有很大的學問 日本一個講究美感和舊塗駕的國際水草造景大賽 首次由香港人奪得冠軍 他擊敗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千多個對手 許秋霞和我們聊過 這個綱,Dave融了足足一年的心血 每一條枯木 每一條水草 都是精心的鋪排 後面有一些水爛的植物 即是一條條的 它的特性就是 它會一路開始蔓延開去生長 木的擺設也順應這個方向 擺在一個漸似發展的方向 有一個好像很有力量的感覺 水溫要保持在25、6度 二氧化碳是比水草造光合作用的糧食 平時是主角的魚 現在反而變成陪親品 我們會形容它是一個活著的藝術品 因為它除了放在那裡 好像一幅畫之外 但它裡面還有東西會動 還有植物會生長 它是會因應時間而轉變的 養好江水草 還要拍一輯美照去參賽 有需要的時候還要拍魚乾 讓魚向同一個方向游 評判就是靠這張照片去評分 憑著多年來不斷嘗試 它最終擊敗50個地區千多個對手 成為第一個贏得這項比賽冠軍的香港人 下個月它會帶香港區旗去日本領獎 現在又夠施下一缸水草 應該怎樣擺放 有線電視記者抽下報道 牛肉買售因為不滿五封行減少公港牛隻 令到鮮牛肉價格上升 今天起立霸市三日 照做在街市 部分買鮮牛肉的店鋪都沒有看 在九龍城街市